駕私家車停在大圍遣徑站對區 夾在小巴和客貨車中間 後座的車門打開了 一名警員拿著手槍指向車上的人 警方說晚上近7點 警員在大圍追至一輛可疑私家車 駕車去到遣徑街近車宮廟路時 撞到小巴 警員隨即上前 要求私家車上的人下車 對方拒絕 警員擒槍要求他們下車 兩個男人之後被帶走